北大特區萬平公園日前開幕啟用 其中新北市議員黃永昌表示 四年前向時任新北市長朱立倫 爭取1500萬作為北大萬平公園的改善經費 同時也感謝新北市長侯友宜 大方追加600萬元 讓北大萬平公園有全新的樣貌在民眾面前 露天我就先來現場 看說現在這個公共很好的露天 白水的問題 才會處理得好事 都感謝我們公所的團隊和市政府的支援 因為主委他算是變1500萬 感謝我們郝友宜市長後面追加了600萬 來完成這個公園的用地 黃永昌表示 過去北大萬平公園都是一些罐頭郵具設施 現在的郵具不只全年齡都可以使用 安全性也提升 黃永昌呼籲市民朋友 新落成的萬平公園垃圾不落地 希望大家一起愛惜環境 原來他剛好有150平 跟我們現在已經有650平左右 讓孩子的空間 還算是更加安全 更加有一些創意性在 我們都五分年齡的設備在這台這裡 讓我們大家可以大大小小 都符合就是要拜託市民 因為我們這裡沒有放本塑湯 因為落色不落地 跟我們鼓勵說要維護我們這個環境 讓大家來營的人都有一個很好的環境 跟衛生 光榮市全齡化萬平公園登場後 鄰近的社區民眾不論大小朋友 都能在這兒一同休憩享受 記者曾經加樹林報導 應 touching 好 artz 您 同樣 我 導演 關